經濟日報的投資業話組 今天是推介中遠海控1919 選擇原因就是 全球經濟活動復甦 航運股業績表現強勁 基本面持續向好 運價向上 中國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 和上海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 持續創出新高 航運股方面看好中遠海控1919 中遠海控早前發出盈利預期 預料上半年的盈利 接近371億元人民幣 主要是因為期內蘇伊士運河的事件 令到運費大幅上升所帶動 集團第一季的盈利 錄得154億5千萬元人民幣 意味第二季的純利會創新高 達到217億元人民幣 按季上升四成 股價方面 目前中遠海控的股價 是自7月高位17.48元 累積已經跌了2.4元 經調整後 它的短期股值變得吸引 現價預測PE低於10倍 而集裝商的季節性旺季的渡利 以及運費持續高期 預料可以成為股價的正面催化劑 現在整個月號 所以現在集團的 時間在一起 quelque個月內 大容紋釘 現在一直到達為股價的 整個月號 加百價 得更好 為股價的 絢測